孙鹏赴美就子国光帮及切割关系不停了!迪英假老公喊话想报30年恩情不能做事不管 孙鹏与迪英为了成功将孩子从美国救出,船出请了王牌律师烧了大笔金钱,船已经脱手1.3亿房产与律师展开攻防战,孙安佐一开始攻称只有子弹,迪英甚至护子子弹是我们买他的 之后孙安佐的鸿妈坦诚替孙安佐藏匿枪之极1600发子弹,让迪英与孙鹏也陷入了作伪症的危机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孙安佐遭逮捕事件爆发后,孙鹏的好友陀宗康等人原本都出面替孙安佐喊话他很乖,不会做这样的事情,只不过他开了一场太大玩笑,我从小看住他长大的,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现在证据一渐渐的揭发,尤其警方又证实孙安佐有买枪之极子弹后,昔日好友都突然噤声切割关系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 陀宗康原本第一面出面袒护孙鹏与迪英,但之后再也不愿发表评论,对于孙鹏与迪英是否面临买房袖子,他只低调地说关于孙鹏的事情就不会再回应了 而绍兮则说不可能吧,你们不要听人乱讲,我也没听过 孙鹏的好友曲仲恒亦是关机不接电话 而迪英贾老公杨怀银则痛心地说与迪英有三十年交情,当初与迪英一起演出歌仔戏,迪英帮了他许多的忙,现在迪英面临这么严重状况,他觉得他不能做事不管,心痛喊话 现在暂时联络不到他们,不过他们若有需要我会尽量帮助,今天马之勤马子也打来说,有国内律师愿意帮忙,但联络不到迪英也是没办法 虽然我近年都跟大成莉莉忙着救狗收入有限,不过他只要一开口,我绝对会帮忙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 有网友认为今日国光帮好友都晋升切割关系,可能是因为怕多说多错,网友也认为孙鹏周遭的人不一再多发表看法,毕竟现在案情已经即将进入司法程序,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整个案情发展,若多说话护好友可能招来舆论惹祸上身 支持孙鹏好友切割关系,毕竟自保才是最重要的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也难怪会切割关系啊,毕竟这是别人家务事又特别敏感,来就不太该发表太多意见。